因為接送小孩的關係 是 所以其實都一直在看他們在挖 那昨天晚上其實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心裡就一揪 我覺得還好就是 他隔了我們小孩子上學的地方 還有就是兩條巷子啦 但是這跟HOME超長 因為看3D新聞拍到他們的那個 是 牆面都整個裂掉了 是 他那個現在如果當時小店的話 要復原喔 那是一個滿滿長日的 獨家大直塌陷波及鄰居曲曲愛林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94巷民宅 9月7號晚間因為一旁基態建設施工不慎 導致地基不穩 六棟民宅均列緊斜倒塌 甚至垂直下線二樓變一樓一樓在B1 其實住了15年之後 那小孩現在也長大到了另外一個階段 青春期 那不能再讓他們最喪下鋪 是 藝人曲愛林才剛裝修完的大直豪宅近在咫尺 他小孩的學校也遭波及 以緊急宣布提課 他離我大概就是一條大直街嘛 天啊 那我走路大概幾分鐘就到了 大家都不害怕啊 對呀 我覺得還好就是 他隔了我們小孩子上學的地方 還有就是兩條巷子啦 但是是跟後門操場 因為看3D新聞有拍到 他們的那個牆面都整個裂掉了 是 目前總共預防性徹底一共是197戶 大概有369名的住戶 然後到酒間的旅館 以大家安全為主吧 那也覺得說現在責怪誰沒有用 但是必須要去解決問題 這些事情都處理完了 才要去追溯說 你們問題到底處在哪裡 到底這個責任是誰 是他們不當的施工 還是說在安全的規章之下 他們沒有去follow 一定要釐清嘛 OMG OMG 荒謬大師沈玉玲也是大直人必要問候一下 他那邊已經靠時間那邊了 離我家還蠻遠的 我是覺得政府要趕快應應啦 因為主要是說那一棟 有那麼多居民啊 安置的問題 我是覺得要優先處理 他那個現在如果當時下限的話 要復原 那是一個滿滿長日的 你對那個基態建設有熟悉嗎 嗯 這個就不熟了 哦 沒有買過他們的房子 了解了解 我懂 社會新聞也被搞笑結尾真的很荒謬 我給你三立娛樂新聞報導